台中知名企业亮与尤峰庆祝40周年 特别在大渡万里长城登山步道 举办公益践行活动 公司全体总动员一起走出健康快乐 还邀请台中地方检察署 还有台中市荣誉关户人协进会一起参与 现场宣导反毒反霸凌还有反暴力 要用爱带给社会更多温暖 全体动起来一手妖怪手表 就让大家卸下身心压力 与会贵宾也展现活力 尽情暖身做准备 台中知名企业亮与尤峰庆祝40周年 特别在大渡万里长城登山步道 举办公益践行活动 事业成功是很多人 但是最主要是善进体验的建议 普通时就有在做很多公益事业 今天特别来办这个践行登山 我特别来人民参加 感谢也加以表扬 公司40周年以回馈同仁相亲 举办这场公益活动 同时也结合了关怀青少年儿童 反毒反霸凌等等公益活动 我们鼓励同仁走出户外 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疏解工作压力 希望抛砖引力让爱飞扬 走出办公室 然后在一般的工作之外 也能让员工跟我们亲朋好友 都有一个健康的运动 企业给我们我觉得是一个 能够达到抛砖引力 也能够达到很多一个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 身为这里的一份子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 鸣枪仪式一启动 大家立即朝登山口出发 为了散播正能量 主办单位也邀请台中地方检察署 及台中市荣誉关户人协进会 一同参与 现场宣导青少年反毒 反霸凌以及反暴力 要用爱带给社会更多温暖 希望说我们来做反毒的宣导 还有年底晚会选宣导 那也希望说民众对于毒品的危害 能够有多一点的认识 自私做年庆 也举办了反毒 还有这个践行的活动 曾董事长的这种疫情活动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用公益践行庆祝40周年 格外有意义 让与邮丰公司全体总动员 一起走出快乐健康 也希望在他们的抛砖引誉下 可以号召更多人 用行动散播碍与关怀 旧军台中采访报道